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一个朋友哈 好 家伙们今天要给你们介绍的主人公 羊跑山猪的老位子哈 我叫叔叔 叔叔你好 今天我过来 好 走 走 这种位置套位 位置相得安逸 那才有猪 那才暂时还没关 好 我才把 我还要好好吃 我今天又转了 我去找猪去了 他那里面有个野猪 有野猪是啥 那他都要那种母猪 那种母猪 那话就要有越下 嗯 我几十五个猪 我那些猪 好 这一个大猪口 住了师傅人哈 正在这里特别适合养殖 要养啊 到基地了 这一个大猪口 这个大猪口不能搞成了 猪口不能搞成了吗 不对不对不对 我看这个东西黑人了 全都是黑公主们 讲到九个月这个周 还有两个月才吃辣 肉质就不讲辣 它就是平时会散呀 今天就冠军圈去了 看一看 我们本地形种黑猪 家人们看看猪宝宝 出生下来还要在那个威 威士里面 这边就是他们的妈妈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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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我们本地的黑猪 让你们看一下 到时候有喜欢吃这个猪肉的 刚刚我们听那个养猪老板讲了 到时候我们 如果说有喜欢这个品质的猪肉 养了九个月还要养两个月 就十一个月的猪肉 到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来 给家人们开直播 你们想要五花肉的就五花肉 要排骨的就排骨 这个猪是现在就是龟圈了 本来是在外面散样的 这个猪全都是散样的 大山生畜养殖 这里就是 大玉米的地方 全部为了玉米和那个米糠 真的这里的生态环境太好了 家里面啊 真的以后有喜欢吃这个高端肉制品的 我感觉这个老板 实力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老板 也是专门找到小伟 就是我看 要不哪一天我就叫他们来杀一头 给家人们开吃直播 有喜欢买那个鲜肉的啊 高品质的 到时候来小味直播间 一年 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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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有没有 你